去年1月开始 政府新建的国道4号 风源到大理的快速道路 但是施工一年多了 附近住户除了要冷受 工程进行时候的噪音之外 还发现了房屋陆训出现的 军列的情况 那么诸货联合起来自行的搜证 向政府及包商提出告诉 要求赔偿 民众拿出自行搜证的画面 国道4号新建快速道路 挖土机忙着固定地基 只要一栋弓 紧临施工地点不到一米的房子 就像地震一样剧烈摇晃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才停工 时间都是间隔间隔 而且它这个阵度是持续的 披着墙上地板上 长长的一道又一道的裂痕 住户好生气 工程进行一年多来 他们得时常忍受噪音停电 还有房子军列的痛苦 这里凸起来的 全部都凸起来的 住了十多年的房子 因为政府新建国道4号 风源到大理的快速道路 造成沿途的房屋都出现 军列的情况 住户不满要求赔偿 打桩的时候 还有那个拉起来的时候 把那个桩拉起来的时候 震动像地震一样 比地震还厉害 你很困难吗 当然困难啊 因为跟那个好好的墙壁都裂掉了 不论是阳台客厅还是厨房 社区住户的家中 几乎都超过有十条以上的裂痕 现在住户自行搜证 要对承报商提出告诉 要求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中天新闻韩志欣 叶家文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